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一向来就是我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就是因为高血糖的关系 我的神经线影响到我的双脚 我的双脚有一个麻的感觉 它的麻的感觉不是你们所谓没有感觉 它是非常非常的敏感 非常的敏感 它的感觉就是好像24小时都在触电的 那这个东西我也花了很多钱 花了很多年去给那些按摩师来调整 但是也是没有没有改善 每个礼拜都是去那边供养他们 所谓为老师所讲的供养他们 这样就当我学了这个长生学 过了第三天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 回家的时候我就是可以睡一整晚睡到天亮 但是到了第四天我醒来的时候 我的那个那个感觉 那个触电的感觉完全被尖掉 我醒来走起来我就很很惊讶 非常非常惊讶 因为我已经为了这个感觉已经活了几年 那时候我有跟问我的心脏医生 他会怎么如何去改善这个触电 我双脚触电的感觉 他是跟我讲这个是因为糖尿损换我的神经系统 然后循环不好 就算吃什么药或者用什么仪器 都不会改善的 你我就是要有这个感觉陪伴我到终老 但是那天第四天我上了长生学 第四天我醒来这个感觉完全没有掉 所以这个就是长生学的神奇预量 这是因为了这个神奇的预量 让我对长生学充满了信心 充满了信心 然后当我去墨尔本去旅行的时候 我也介绍给远房亲戚 他们也在墨尔本在四月的时候 参加了那个初中班 这个信心给我带来很好的很多的希望 让我很积极 当我回来了之后 我很积极的去到每一个关怀上去替每一个病患去调整 也在这个期间因为我的心脏 因为是心脏的问题 我的心脏的跳动是不规律的 所以每当我驾车的时候 其实每当我们驾车的时候 我们的情绪 我们的心跳是非常紧张的 你的血要会飙升 那我如何改善这个东西 因为它跳的是非常非常的大力的 所以我在驾车的时候 或者是一手放在心脏那边 几分钟 我的心就会平静下来 我又可以 我还是继续的再叫我的车 那 我很感谢 我很感谢魏老师 跟我们 介绍我们这些长生学 给我们 学到一个可以帮助自己 也可以帮助别人的这个 功夫 功夫 所以我会继续的 为大家祝福 谢谢 谢谢